今天呢咱们接着讲Action Action是在运行期间的命令 很明显它和Directive有着重大的区别 Directive是编译期间 Action是运行期间 或者叫Directive是Compile Time编译期间 而Action是Runtime运行期间 OK 常见的Action四种 JSV Use Bean JSV Include JSV Forward JSV Plugin JSV Plugin 是用来往网页里面嵌入一段Apply的小程序 关于Apply的目前已经用的非常非常少了 尤其是Ajax出来以后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讲Plugin 重点在前面三个 JSV Include和Forward JSV里面还有两个子Action JSV Set Property和JSV Get Property 我们讲到的时候再说这问题 一个一个看 首先我们来看JSV Include JSV Include JSV Include也是把某一些文件包含在我们GFP文件里面来 用于动态的包含GFP程序或者HTML文件 但是除非这个指令会被执行到 否则它不会被TOM10和JSV引擎编译 也就是说只有在整个我们的页面执行起来以后 它才会把另外一个文件的内容包含进来 格式是这样的 JSV冒号Include 大家请看没有那百分号了 你要注意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应该是JSV的第二种语法 但是呢 一般的它和最传统的这种带百分号的语法 视为共同构成了传统的语法 听懂了吧 JSV冒号Include Page等于什么 Flash等于True Flash默认是True 尽量的写上它是True就行了 Flash现在一般的 三件意 Flash这个 这个属性 不要取false OK 永远是True就完了 JSV include Page等于URL specification Flash指的是 另外一个网页的内容 你赶快给我输出 JSV include Page等于什么 Flash等于True 那么下面还可以对这个URL地址传参数 那么原来 昨天咱们讲过那个 肩块百分号 add for那个include directive指令 那个在后面是不能传参数的 还记得吧 好了 这个是可以传参数的 使用它的子标签 JSVparam name能什么 value能什么 JSVparam用来设计 include文件 时候的参数和对应的值 来看我桌面 我们下面呢 来看两个 两段例子程序 两组例子程序 第一个叫 Data.jsp include.jsp web applications test Data是不是被我删掉了 include 来 那么它位于什么地方 位于我们include的这个紫目录里头 我们想去访问它的话 一定得敲全了任务录名 Data.jsp include.jsp 一下子全打开 ad plus 那么大家伙能看我屏幕 我们来看include.jsp 在这里 监管百分号includefile等于Data.jsp 这是原来的这种directive的include的方式 下面是JSP冒号include page等什么 flash等什么 大家注意 这个标签 这是标签的开头 标签结尾 在这里 如果你两个标签之间 开头和结尾之间 中间没有任何内容 那么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在开始的标签后面 加一个斜杠来表示它的结束 大家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好了 JSP include page等于Data.jsp 那么说明 我现在呢 这两个文件都包含了Data.jsp 包含了两遍 我们来看Data.jsp里面的内容 page import jvd you tell their string New Java you tell their data to local string to local string指的是 转换成本地的字符串 为什么说还有本地的字符串 比方说 如果在美国 如果在美国你说年月日 它很可能说成是月日年 这样的顺序 在中国就说成年月日 在某一些国家可能说成日月年 那么同样的都是当前那个时间 你可以转换成不同的字符串 to local string指的是 转换成我们自己本地的字符串 大家听懂了吧 来我们来试试看看 它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先试一下 叫include目录下面 include.jsp 它两次都包含了这个时间 那么大家请看 这个时间显示了两次 而且是符合我们本地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说话的习惯 年月日十分秒 说得挺好 很可能在其他国家 就是月日年十分秒 ok 所以这个叫to local string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包含的例子 这个小例子呢 需要从computer.html算起 我们首先来看 它的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形式 computer.html 这个呢 这个小页面的很简单 就是说你选择你要做的运算 你是乘法还是除法 比方说我选择 我在这里写6 这里写3 我选的是除法 计算结果 那它当然是2 是吧 如果我选成法 当然是 当然是 不合法的证书 是非证书 怎么会呢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眼 看看它是什么原因 来往这看 这个小例子程序呢 很简单 form method等post action等于computer.html 那么很明显 我们的参数值被传到哪去了 传到了computer.html 是吧 第一个 选择你要做的运算 name等于compute 一个的value是division 一个是value是multiplication 一个是除法 一个是乘法 你自己选一个 name等value1 name等value2 两个数 value1 value2 那么很明显 大家看我屏幕 我们来看这个compute.gsp里面 它怎么样接受的参数 大家注意 requestgetparameter 它的返回值 永远都是string来行 所以 stringvalue1等于requestgetparametervalue1 stringvalue2等于requestgetparametervalue2 那么 大家听我说 如果说你写的非常完善的话 你应该在这里检验 这两个value1 value2 是不是空值 听懂了吧 ifrequestgetparameter compute 拿到我们到单选按钮 选的是哪个 their equals division 还是这句话 你还要判断 你拿到的这个compute 是不是空值 因为如果是空值 你就不能对它调用equals方法 这个时候它会报一种错误 我们最常见 什么错误呀 no pointer exception 控制真错 是吧 对吗 requestgetparameter equals equals division 如果是除法 往下看 gspinclude page等于divide.gsp flash等true 这个说的是 我们包含divide.gsp 相当于如果你是除法 我就包含一个文件进来 而且你注意这个写法 兼括号百分号 if语句 if语句写了一个大括号的开头 就结束了 if语句的结束 是在另外一个兼括号百分号里边 中间的内容 是做html 或者是其他的gsp 其他语法的内容 大家看明白这意思了吧 这是经常运用的一种写法 慢慢的呢 大家应该熟悉这种写法 gspinclude page等divide.gsp flash等true 接下来我传两个参数 gspparam name等于v1 value等于 百分号等号value1 这个相当于是这么传的 divide.gsp 问号 v1 等于 传过来的那个value1的值 听懂了吧 并且 v2 等于传过来的value2的值 那么相当于这两个传进来的值 我改了个名字 又传递给了我的下一个页面 被我包含的页面 else 其他的情况 include file等于multiply.gsp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就不能传参数了 是吧 看见没有吗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被包含的这两个页面 第一个叫divide.gsp 在divide.gsp里面是这样写的 flow divided flow past flow request to get parameter v1 因为你传进来的那个参数名叫v1 所以我把它接收进来 转成flow的类型 flow divisor flow past flow的v2 除数被除数 double result divided 除以divisor 最后 显示出来 result 百分号等号result 大家能看懂这意思吧 catch到任何exception的时候 打印不合法的备乘数或者除数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 为什么我们multiply里面 它会显示不合法的备乘数或者备乘数 flow的multiply等于flow past flow的request to get parameter v1 有吗 没有 有人说了 我能不能把它改成value1呢 这个行吗 你说 value2 这个能看懂什么意思吗 大家想一下 我这么写可以吗 分析一下 我这么写 它会不会报错 会吗 之外 这个这么写会报错吗 不报错 OK 说的没错 咱们来试试看 它会不会报错 带回来 刷新 咱们选乘法2乘以3 计算结果 大家请看 它照样能算出来2乘以3的值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一下 你这个文件是原封不动的 被包含到了computer.gsp里面 你就想象着这个地儿就被替换成了 我们刚才看到那文件的原封不动的内容 那你想想看 它能不能够拿到value1 value2的值啊 可以吧 所以 大家看明白的意思了吧 一个是你可以传参数 另外一个 这个参数是不可以传的 你要把这参数名改了 想传下去 对不起 传不了 OK 好了 这是关于包含的例子 这两个包含呢 你弄清楚它 它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呢 有的企业会考 当然遇上考这种题的企业还是比较少 但是有一些内容呢 我们并不是为了应付面试 有一些内容是纯为了应付面试 有一些内容不是为了应付面试 是我们将来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必须得会写 那么这个你将来写程序的时候必须得会写 两种方式 Include编译指令 JSP程序转换的时候 就把file属性所指定的内容嵌入 然后再编译执行 而Include指令 Include action 转换期间不会为编译 只有在客户请求期间 也就是说只有在运行期间 才会被动态的编译 Include不能带参数 JSP include可以 这是他们两者的区别 好了 大家的时间 大家动手 调试这几个小程序 认识JSP mark include指令 那么大家注意 Include directive 它的属性的名字叫file 而JSP include 它的属性的名字叫page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